方塊躲貓進入市成長家具 今天要來介紹一組小孩的萬用成長櫃 為什麼說它是小孩萬用成長櫃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組櫃子的基本構造 它是由四個櫃子組成的 第一個是我們這個特殊規格的成櫃 為了配合這一組商品而特製的規格 那另外搭配呢 這邊就是一個二層櫃 半層格一抽屜跟單層格一抽屜 那這一個特殊規格的成櫃呢 它裡面的配件呢 我們包含了 裡面有內建一個固定式的釣液桿 那還有搭配兩個層板 其中的一個層板呢 它是有加掛一個就是釣液桿的部分 讓我們可以在釣液桶的時候 可以根據高度去做一個調整 那這一組商品呢 要來做一個介紹就是它的使用 為什麼我們說它是小孩的成長萬用櫃 因為它可以配合小朋友的成長階段 去做你收納上的一個需求的調整 跟著小孩一起去成長 那像前期如果說 家裡有小小孩的時候 比如說小朋友剛出生 家裡有小小孩 它就可以當作是一組 專門針對小朋友的一個置物收納櫃 讓媽媽來收納關於小孩子的所有的東西 比方說像在這一邊 因為它有兩個層板 那如果有額外的收納需求 我們也可以再增多層板 那你可以搭配依據你的使用的一個需求 那收納的一個高度去自己去調整 對調整它收納的高度 那像前期你可以收納比如說 可能小朋友的一些會用到的一些器具 然後或者是說像常常會用 前期可能會用到一些像溫奶瓶啊 或是消毒罐啊 然後小朋友的一些東西都非常的多 你都可以把它收納在這個大的櫃子裡面 那另外呢 在常常比較使用的一個電器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像小朋友前期我們可能在溫奶消毒等等 之類的這些小型的電器或是熱水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這邊去做一個使用 那同樣的這個高度都可以去做調整 那小的櫃子呢 你看就可以收納一些 比如說像是尿布 那下面呢 我們也可以放一些可能像奶粉罐啊 奶瓶啊等等這些都可以 那隨著小孩子在大一點之後 他開始可能我們開始要教他去學會 自己收東西的時候這種小小孩 我們就可以善用這個櫃子 上面呢 媽媽可以放一些不想要讓小朋友摸到的東西 因為他的高度勾高 那下面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讓小朋友來學著 怎麼去掛自己的東西 把自己的衣服去做一個收納 因為這個成板它是可以跟著我們的高度去調整的 所以你可以以小朋友的身高去做一個調整 讓他學著怎麼自己去掛衣服 那另外呢 這樣子的一個設計的好處呢 如果說媽媽在收小朋友衣服的時候 因為小朋友的衣服都會比較小 如果一般的衣櫃 我們掉了小朋友的衣服下面的空間就很浪費了 所以我們呢 可以配合著我們的可調的這個成板的掉衣杆 你可以去調整你要掉衣服的高度 這樣子呢 就不會浪費整個衣櫃的空間 在這一邊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就是說 可能像小朋友你年紀增長的時候 他慢慢的會有一些可能像是繪本啊 童書啊 或是玩具啊 這些很多的東西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分類放在這個地方 這邊就可以放平常可能就是隨時會想要 跟小朋友有互動的一些找學的教具啊 玩具等等的 那比較常用的一些可能玩具類的東西 積木等等 我們就可以把它全部丟在這裡面 也不見為盡 這樣子對媽媽來講是最好的收納方式 那最後等小朋友再大一點 比如說像可能上小學了之後啊 那他可能呢 這一個櫃子 我們就可以把它當成是他專有的一個收納支物櫃 這邊當然就是一樣收小朋友的衣服 那這個時候他已經可以自己去選擇做收納了 除了掉衣服之外 我們可以像這樣子的一個收納 除了上面可以掉衣服 然後呢其他因為呢 他這時候的衣服已經都比較偏大件了 也許可能這個掉衣服的部分用不到 我們就可以去運用他成板分層的一個部分 可以做分層收納 摺疊的衣服都可以依序的收在這裡面 那另外這邊呢 一樣可以放他的一些上課的教材啊 或者是說像書包等等 我們也可以直接把它收在支路櫃裡面 這樣子是可以直接放一個書包的高度 所以這個都沒有問題 對 那這裡呢就可以放一些 A3可能一些可能比較常使用的一些小文具啊 紙張啊 圖本啊 作業布啊 都可以把它收在這裡面 來 那這一組呢 是我們針對就是小朋友的一個收納 然後去設計出來的一團商品 那最主要呢就是 希望可以讓大家了解到 而我們的方塊朵貓 紀錄是成長家具 它就是一個可以 不只隨著你收納的東西去改變的一個家具 那它同時也可以根據我們的成長的一個過程 隨著時間去做一個改變的一個收納需求的成長家具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 bone一下 謝謝大家 我們想知道 我們應該先請我們學習很久 我們在做一些事情 我們想教一下 我可以這樣 我們做一個叫做んで 一個叫做的 我們應該會鍵 我們看什麼 我們應該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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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會做的